第23集 猎狗的理论 下雪了 大地重新披上厚厚的银桩 白茫茫一片沉寂 只有乌鸦的叫声还能听到 喜鹊在困惑时 也会冷不丁地叫上一两声 将窃窃私语的山鹊 惊得打叫 大雪过后 天寒地冻 连乌鸦也闭上了嘴 唯有空气冷得颤抖 这天早晨 一阵狗的叫声传进森林 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那是一种一呼寻常的狂吠 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 令人心胆巨寒 山毛菊树下的洞穴里 班比抬起头 看看躺在一旁的鹿王 没什么 鹿王回答班比询问的目光 没什么 和我们没关系 他们俩都侧耳倾听 他们躺在洞穴里 山毛菊的树干成了保护他们的屋顶 上面厚厚的鸡血 为他们挡住了刺骨的寒风 棺木从横七竖八的树叉 就像一个屏障 挡住了窥视者的目光 犬叫声静了 含着激动 愤怒和喘息 应该是只小狗 叫声越来越近 他们听到两个喘息的声音 听到了狂吹中 夹杂着另一个痛苦的声音 班比不安起来 但鹿王再次安慰他说 没什么 和我们没关系 他们静静地待在洞里 向外张望 脚步声穿过树林 越来越近 雪从上面哗哗落下 地上的雪也纷纷扬起 现在他们已经可以看到 是谁来了 一只老狐狸 正在树木和雪地之间 狼狈逃窜 它的后面 紧跟着一只小狗 狐狸的一只腿 已被咬断 身子和腿连着的地方 血肉模糊 它高高抬着断腿 鲜血从伤口处不断流出 它呼吸急促 满脸惊恐 它已经亡魂丧胆 筋疲力尽 彻底绝望了 它突然转个圈 掉头往回走 把迎面的小狗 吓得大吃一惊 后退几步 狐狸坐在后腿上 它一步也迈不动了 它把受伤的一只前腿 悲壮地抬起 张开大口 最终颤抖着 冲着小狗发出最后的怒吼 但猎狗 只是粗暴地狂吠着 在这儿 它在这儿 这儿 这儿 它没有理会狐狸 甚至也不跟它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着 远远落在后面的什么人 快来 班比和鹿王都知道 猎狗正在招呼它来 狐狸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它的鲜血喷涌而出 从伤口流到雪地上 红红的一滩 微微冒着热气 它一下子丧失了斗志 受伤的爪子无力地垂落在地 雪地的寒冷 使它的伤口一阵尊心的疼痛 它不得不又哆嗦着 把前爪吃力地抬起 放了我吧 它低声下气地哀求道 不 不 不 小狗冲它怒吼 我求求你 狐狸说 我完了 我已经不行了 放我走吧 让我回家 让我回家 静静死去 不 不 小狗嚎叫着 狐狸更低三下死了 我们可是亲戚啊 几乎是兄弟 放我回去吧 让我死在家里 我们 我们就和兄弟差不多呀 我和你 不 不 小狗继续咆哮着 狐狸抬起身子 直挺挺坐着 低下头 睁大眼睛 盯着小狗的脸 用一种和刚才 完全不同的声音 镇静而痛苦地说道 你不知道羞耻吗 你这个叛徒 不 不 小狗的喊叫声弱了些 但是狐狸继续说道 你这个叛徒 叛徒 他挺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眼神里充满着仇恨和蔑视 你这个帮凶 他骂道 恶棍 你帮他 找到我们 替他 追赶我 出卖我们 你的亲戚 而我几乎就像你的兄弟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突然 森林里回荡起很多声音 叛徒 帮凶 恶棍 叛徒 树上的喜鹊 松鸭 黄树狼 鸡雕 都一起咆哮起来 所有的树上和灌木丛中 都发出了同样愤怒的喝齿 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 从树上 从地上安全的藏身之处 目睹着眼前的一切 狐狐狸 狐狸身上爆发出来的愤怒 唤起了所有动物 心底压抑已久的痛恨 流进雪地 并冒着热气的鲜血 燃起了它们的怒火和勇气 小狗转着脑袋 看着周围 你们 它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知道什么 你们胡扯什么 你们都属于它的 就像我一样 我爱它 我崇拜它 我服从它 可你们要和它对抗 你们这帮可怜的家伙 想和它对抗 它威力无比 它在我们之上 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它的 这里的一切 不管是长在这里的 还是生活在这里的 全都是属于它的 小狗激动不已 叛徒 松鼠骂道 是的 狐狸秉试的 叛徒 只有你一个是叛徒 小狗气得跳起来 只有我一个是叛徒 撒谎 别的动物太多了 马 牛 羊 鸡 还有所有你们的同类 都在它那儿 崇拜它 伺候它 你真是无耻透顶 狐狸对它轻蔑至极 小狗受不了了 扑向对方的喉咙 它们滚打在雪地上 咬成一团 一簇簇的细毛飞起 一滴滴的雪珠飞溅 狐狸败了 仅仅几秒钟之后 它就仰面朝天 躺在地上抽搐了几下 四肢一伸 咽了气 小狗又踢了狐狸几下 将它踢到一片狼藉的雪里 它岔开腿 高声叫道 这里 这里 动物们四下逃去 太可怕了 斑笔在洞里对鹿王说 鹿王说道 最可怕的是 它们相信狗说的话 它们相信生活就是这样 它们恨它 可同时自相仇恨 为了它自相残杀